一个机器的部件 然后每一个专家就知道 这某一个部件方面他是专家 所以呢 每一个有的病人 他可能会去看不同的所谓的专家 每个专家就看他某一个身体方面的器官 但是没有一个人说 可以来进行协调性的 全面性的给他进行治疗和诊断 看看他到底的健康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一些经济啊 或者是心理学啊 或者是他个人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因素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系统 它的一个现状 我说过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呢 非常是迷信于高科技 觉得高科技是万能药 您谈到这个我想起来说 好像中医和西医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好像西医就是比较局部 一说从那个局部来看待一个问题 从各个部件来治理一个疾病 那么中医更倾向于说 从整体上来对付这个疾病 现在我们再回到就是 这个美国目前这个医疗改革的 这个方案 在国会参议院和中医院的问题 那么奥巴克总部表示 他希望在今年能够通过 这个医疗改革的方案 您觉得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可以的 我会为他下赌注 但是就说这个所谓的改革方案 到底最后的内容是怎样 那么如果说 我们如果这个改革方案 使得我们刚才讲到的 许多的趋势更恶化 我也觉得很有可能 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对此很失望 在美国社会各方面都会有很失望 甚至于国外的一些人 如果对于美国有很好的 良好的愿望的话 他也会很失望 他会觉得美国的一些政治体系 在这些最重要的长期的问题 在面对这个最紧迫的 国内的危机方面 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所以我们的最后的法案 可能会要求说 所有的人都要买这个医疗保险 可能大部分人是从私营的 医疗保险服务者中饱满 那么许多人可能是 即使是有了资助 可能也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去买医疗保险 很多人可能会 就是违反这些新的法律 就说不买医疗保险 因为你哪怕违法 也没有什么后果 违法后果产生的费用 可能要比买医疗保险的费用低得多 所以我们现在空谈很多 在谈这个法案 说要来削减支出 但是呢 这样呢 还有很多的 但是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现在呢 美国可能 美国人可能会要被迫 来买一些医疗保险 业界所提供的产品 但是这个医疗保险业界 却没有改革 可能有一件事情 可能能达到 可能会消除 现在的一些保险公司 不给这些已经有疾病的人 提供保险这种现象 比如说你已经患了癌症 而且你没有保险的话 那么现在你是买不到 医疗保险的 但是在所有这些新的改革方案中 所有的医疗保险公司 必须要给你 卖给你这个医疗保险 哪怕你已经有了疾病 这可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好事 但是就对遏制成本啊 或者说是医疗服务的提供那方面 我觉得现在的改革方案 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那我们可能会进行 一场新的讨论 就是说 就是那讨论的重点 就是对于医疗服务的提供 这个提供提醒 但是现在的辩论 我觉得意义不大 就是很多人自己主观地认为 要相信某些因素 在成本这个问题上 您觉得通过的这个医疗改革方案 对于美国政府这个债务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 它现在有很多的赤字了 那么这个无疑会增加 它这个政府的这个负担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 就是这个成本 就对于政府而言 我们现在还在看 这个国会的预算办公室 给出最新的一个估计 但是这个项目的设计本身来说 它的预算是中性的 也就是说 它既不会增加赤字 也不会减少赤字 那如果这个 接下来十年继续推进这个计划的话 可能确实是这样的 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对于社会来说 还有一个问题 整个医疗服务的这个成本的上升比率 要比收入的上升比率快得多 所以从比例来说 每年美国人要花更多的比例 放在医疗服务房 美国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应对这个问题 他们可能工作更努力 更多的人来 在一个家里面 更多的人出去工作 或者说 有用这个信用卡 刷卡来付这些医疗支出 那么这也是导致 美国人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医疗服务费用太高 所以不管是在个人的层面 还是在政府这一层面 除非你改变这种情况 你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只可能让人们借越来越多的钱 来支付医疗费用 有的人经常把它比喻为 在一锅水中煮青蛙 青蛙就在这个水里面待着 如果人们把这个水慢慢加温的话 那么是这种渐进的过程 但是青蛙就不会跳出来 它会死于最后的这个被烧死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面临 这个青蛙这种情况 这个前进很不乐观 您刚才谈到这个 就是说美国社会 太过于依赖这个高科技的问题 那我想其实奥巴马总在谈到 他的医疗改革的时候 特别提到 就是说要提高这个体系的效率 你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改善 最终等这些都尘埃落定的时候 应该有所改善 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现在 美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人们意识到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那只青蛙的时候 人们必须要从水里跳出来 其实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他总是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那种情况